在剛才陳院長的科學論證報告裡面 大人可以感受到 他對我們主流醫學的盲點 還有瓶頸產生一些事與不滿足 相信我們在座的各位貴賓 也可能有這個想法 陳院長探討了食物、療癒疾病的一些可能基準 也做了清楚的報端說明 在整個報告論述裡面的關鍵字裡面 有血液循環 有所謂的自律神經 有飲食、有運動 還有進乎宗教學裡面所謂的正面心念 當然讓我會如今期待 在未來陳院長會不會針對 心與生活醫學這方面 相關自然產學來做一個經驗分享 那陳教授在最後的報告 他著重的是在這個共振和能量 那這個共振和能量也就是下一個講題的一個核心 那下個節目是由這個蔡教授、蔡仁達、蔡博士來主持一個workshop 那蔡博士是中華自然醫學教育學會的副理師長 也是美國HoloLive自然醫學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 那他長期秉持著正、信、陳、秦、義、真的信念 累積了將近20年的自然醫學研發和實務的經驗 那今天他將要主持的一個講座 應該是很特別的一個操作 還有和各位的互動一個工作坊 請各位拭目以待 請我們掌聲來 謝謝大家 剛剛有在大會的會場上有參與的 讓我們知道一下好嗎 在大會的會場 謝謝你們 我們底下有20分鐘的時間 我來安排所有的體驗 在自然醫學裡頭 就像我剛剛有在講到的 他非常炫 你看到一個療法就覺得 歐 看到另外一個療法也說 每一個都是私藏不捨生的 沒有講的 真的沒有講的 問題是 第二個 你去做第二次 或者第二個來到什麼事 一樣會得到 其實不一定 那麼 就像我們在看這幅畫 如果你拼著一個白臉看 你會發現你拼不住的 它一下有變黑的 白的 黑的 白的 閃爍 不確定 在這麼樣一個領域裡頭 整個自然醫學領域裡頭 雖然有那麼炫的東西 都是很真實的東西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概念 導引我們的一些方向去思考 那我想讓我來借用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跟兩個人都很有關係 右邊比較認得叫愛因斯坦 左邊的叫牛頓 這個人叫做 Steven Hawking 為什麼跟他們兩個有關係呢 從這個愛因斯坦以來 公認最偉大的科學家就是他 那麼 牛頓呢 在建調大學有一個 Lukas 一個講座教授 的那個 他做了三四年 是由此以來做了最久的那一位 他說了什麼 我想 對於 這種的確定啊 我們可以 幫助我們 那麼 那麼 在我們等一下實際操作的時候 也一樣 那麼從進後也都一樣 也就是我們 可不可以用很簡單的即將要術啊 去描述我們所觀察的現象 有詮釋能力 第二個呢 能夠預測 能夠不斷地重複 我如果這麼做 他就會得到這樣 我如果這樣做 就一定得到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我想這是多少法門呢 這是唯一的一個 最根本的法門呢 好 那麼讓我們 馬上就來進行 我們一起來發現 那麼一樣 用著哪樣的態度和精神 我們一起發現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發現 可能不按一時指定其量適用的人 你們可以不要告訴我 我們分兩組啊 但時間有限了 當然有人要觀察 不能所有人都參與 那有些人參與 那我們就開始嘛 時間有限 想要去體驗看看的 那就舉手 我們就 我們真的不能太多人 來 趕快 舉手的 對這樣就 二四六個就好了 其他做觀察 來我們的方法 我們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輕鬆的坐在椅上 第二個是我們只要在你手上 滴兩滴 有我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會請你觀察 那麼其實我們看這個畫面比較簡單 有滴下的時候 你想要做什麼 已經滴了沒 還沒 好 我現在一放下去 秒鐘就開始了 對不對 好 被滴下去的時候 你要看時間 開始有感覺 你也要怎麼樣 看一下時間 然後最後三分鐘結束的時候 你記一下 你經過什麼樣的熱脹 兩滴的感受 就這麼簡單 兩隻手 兩個手掌都抹到油 我們就會做兩項體驗 如果還要的 可以 到三四秒就先截止一下 好 這邊 好了好了 停住了 為什麼 沒有沒有 我們要 好 我們要扣一下時間 我們只能做到 剛剛二十三秒的時候 停住了 你們自己稍微 稍微自己做加減 然後我們只能做到兩分鐘 時間的關係 有滴下去的時間 跟開始有感覺的時間 跟整個過程的感受 不用 要一直磨嗎 不用 摸上去就好了 我們站一分鐘 司機在醫院診所在運用的時候這個過程大概要使用五到七百元 三分鐘包括解鎖 包括體驗 包括體驗 包括檢測 最後十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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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有反应的时间 你是小于五秒 或者小于一分钟 你们大概没办法说到 因为我们刚刚不到三分钟 大概三分钟左右而已 就是这个底下你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只是稍微体验一下 来请问你们 你们有谁是小于五秒钟就有感觉的 哇哦 四个人 三十秒内有感觉的 一二 一分钟内有感觉的 你认为你在一分钟内有感觉 OK好好多 那我要请 请三十秒内 三十秒内有感觉举手一下 三十秒内就有感觉了 你们总共几个 来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就针对这六个好不好 其他我们来看看这六个会有什么反应 看我们可不可以预测 你们喜欢吃西药吗 不喜欢 六个不喜欢的举手 你们有六个全部举手 这有没有预测 请问你们 这又能叫预测 这可以叫预测 知道吗 六个就六个 是不是这样子 这叫预测 来 你们有 你们有些 我的意思 在现代医学里有计量的决定 表面积或者体重或者年龄加一点 可是整个发现 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因素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体验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但是只限制刚刚有摸到油的人 而且是一分钟内有反应的人 这样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发现什么 我们是否有一个不同意指痛药的机制 那么可以用在视频上头 我想刚刚正院长讲了很多 我们是视频 那么它可以在几分钟内改善的症状 我们会感动为 Game with co捐ns很快 感觉